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劈着吧 雨晓一点再走 姜二娘子 你怎么 我的马车坏在路上了 我只能走着过来耽搁了 开始吧 我找了汉林学子中 才学艺不错的杜公子与你共演 只是很不巧 她竟然 无妨 我知道 没有人想和我共演 凌晨这样还扑了个空 沈学师 我很可笑吧 江黎 我刚刚说的句句说是 没有半点要耍弄你的意思 她今天真的身体不适 我没有怪沈学师的意思 我是在怪我自己 这么多年 世母杀地的恶名 被长公主质疑身份 母亲封母 父亲离家 难怪沈学师之前 对我避之不及 这次会蒙 我只是想为自己 正一些名声 没成想 原来你们所有人 早就已经视我为温神了 先避避吧 雨停了再走 先劈着吧 雨小一点再走 这是汉代刘相的著作《说院》 正是 夫君 《说院》应该编进去 我父亲曾经说过 他对《说院》很感兴趣 只是如今大部分已经散意 他说若是有人 能够搜集复卷 定是一桩功德 沈学师你说 若是一个人行正 却又犯了习 此人是正 还是不正 妄我遵循天地章法 倘若违背良心 哪怕行再多善事 也逼扫天打雷劈 我相信沈学师 定是行的端做的正之人 张儿娘子 雨停了 我先走了 多谢沈学师 不嫌弃和我说了这么多 告辞 你的衣裳 我洗好了拿给你 她的家人 给你一部 走 她给你一部 我靠岛儿 很害怕 我在这里 我的腹 我 你 这么多 你看了